咱们今天呢来讲讲新疆三二三系列杀人案 咱们从2010年说起 2010年3月23号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 没什么特别之处 这一天新疆伊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了一个报案 一开始啊 也认为就是一起普普通通 没什么特别之处的失踪案 据报案人反映呢 说自己的表哥罗某失踪了 不知去向 可是没想到 随后一个小小的举报线索 竟然演出了一桩惊天血案 接到报案之后 伊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立即启动了侦破命案工作机制 对罗某失踪的举报呢 进行了初步调查 这罗某啊 汉族当年58岁 住在伊宁市团结街七巷46号 有四个儿子都在乌鲁木齐打工呢 2008年呢 经过婚介所介绍 与一个女人结婚了 这个女人叫李清香 在对罗某失踪案进行调查的过程之中 民警们越发的感觉到事情并不简单 在干警们的视线里 李清香这个名字让这起简单的失踪案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这李清香啊 当年56岁 户籍所在地是农死师七十一团厂 曾经在2005年年底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与陈某同居过 可是跟罗某一样 2006年秋天陈某失踪了 李清香呢 没报案 并且对外宣称 说我家老陈的去外边打工去了 2007年初 李清香又惊人介绍 与同为老乡的刘某就认识了 随后呢 就同居了 同年12月25号 这刘某也是神秘失踪 李清香也没报案 对外就宣称 说我家老某啊 借了我八万块钱回甘肃老家 给他老母亲看病去了 2008年9月份 也就是这刘某失踪转过年来 李清香和罗某就结婚了 这不 10年1月27号 罗某又失踪了 李清香还是不报案 对外边人就说了 说我家老罗呀 去乌鲁木齐看儿子去了 李清香呢 前前后后的又跟人同居啊 要不跟人结婚呢 反正一共经历了这么三个男人 虽然啊 这三个男人失踪的时候 李清香说的借口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这些人毕竟都失踪了呀 要无音信呢 这几个人跟任何的亲戚朋友都没有联系 下落不明 鉴于陈某刘某罗某失踪存在诸多的疑点 民警的外围调查情况也引起了市公安局领导的重视 伊宁市公安局随即成立了由州公安局副局长伊宁市市委常委任组长的市公安局副局长任副组长的我们可以说是啊阵容强大的专案组 成立专案组之后因为案情复杂又请求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继阵支队增援 这还不算完呢 随后啊又成立了州市公安局联合专案组 接到通知以后 州刑侦支队时任支队长夏伟夏队立刻就感觉到压力了 因为这件案子呀时间夸度很大 前前后后一共有五个年头 而且是只有嫌疑人没有作案现场 这是啊 当时伊宁市公安局所有的侦办过的刑事案件里面的头一份 这对于当地的公安民警来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通过外围的大量调查取证 李清香的疑点是越来越多 虽然案件错综复杂 但是民警心里那条线呢 逐渐的明晰起来了 近五十名民警组成的专案组 在统一指挥之下就洒开了侦查的天网 首先来调查第一个失踪 也就是李清香头一个同居的那陈某 据民警了解到的情况 李清香的经常跟这个陈某吵架 李清香啊 跟邻居的关系呢 也挺恶劣 2006年秋天 这陈某的房东姓敏 这敏大哥的妻子就在集市上啊 遇上李清香的聊天的时候呢 就跟李清香说 哎呦清香啊 可有日子没见你家老陈了啊 嗨 老陈呢 因为有债务 外出打工了 挣钱还债呗 对于第二个失踪的刘某 那么民警呢 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李清香当时对外说 这刘某啊 借了他八万块钱 回甘肃老家给母亲治癌症了 调查组能信你这个吗 于是专门派人赶到刘某的老家甘肃 通过大量的走访摸牌 在灵台县就了解到 人刘某的母亲并没有得癌症 身体健康啊 赤麻麻香 身体辈儿棒 在刘某的弟弟家人住着呢 并且呢 刘某啊 也没回来过甘肃灵台县 说看望自己的母亲 这又是疑点呢 咱们再来说第三个失踪的罗某 李清香对外边说了 罗某去乌鲁木齐看打工的儿子去了 经过调查 罗某一共四个儿子 包括啊 其他的一些亲属 都没有见过罗某 所有这些都在证明 李清香在说谎 在侦查过程之中 新的疑点也不断的进入 侦查民警的视线里面 第一 是发现罗某失踪不久 2010年2月24号的时候 罗某的手机曾经出现在伊宁市二手手机市场上 这罗某既然去乌鲁木齐看打工的儿子去了 还专门卖个手机 换个新的 民警呢 对李清香及其李清香的女儿女婿的银行账户 手机活动轨迹都做了技术分析 对刘某陈某罗某的笔记也进行了提取鉴定 李清香不是说刘某借了他八万块钱给妈妈治病吗 通过调查之后 发现李清香提供的八万块钱的借据 并不是刘某的笔记 并且从账户交易里面 没有发现有大额现金的支出 这就证明这借据啊 是假的 那这张假借据又说明了什么呢 另外啊 民警在调查之中还发现一个事 在一零年三月八号的时候 李清香在伊宁市某婚介所 又化名郭秀珍进行了征婚登记 如果说罗某去乌鲁木齐看打工的儿子了 丈夫刚走不到俩月 李清香就急着征婚了哟 这说明他很清楚 罗某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面对这么多调查出来的情况 面对这么多的疑点 是不是实施对李清香的抓捕 这是营绕在民警心头的一个难题 为什么呀 都是猜测呀 没有铁证啊 在没有铁证之前如何抓捕 虽然大量的疑点被民警锁定了 但是取证非常的难 推断就是推断 它不是证据啊 这就好比说我大街上看一人 哎呦 这人不是好人 给他抓起来吧 判他行吧 那你没证据啊 在大量的疑点的支撑之下 专案组决定啊 先对李清香进行传唤 在对李清香传唤的时候 他呢 就撒谎 说我呀 不在伊宁 我回不去呀 经过侦查 2010年6月6号 民警终于找到了李清香的下落 李清香啊 当时正在一个出租房里边了 民警呢 把他就带回了公安局 并且在他包里面 还发现了700块钱的假币 民警随后又对李清香女儿的住处 进行了搜查 搜出来了6500块钱的假币 李清香一共是持有7200块钱假币 这对于民警来说这是好消息呀 咱们先别说 你是不是害死你那三任丈夫了 咱们先说说你持有假币这事吧 你已经触犯法律了 于是 10年6月8号 伊宁市公安局 以持有假币罪 将他依法拘留 把他拘留之后 重中之重 就是审讯 如果李清香拒不交代 那么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没法开展 从提审一开始 民警们就感觉到 李清香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不是一般人 社会经历很丰富 婚姻情况很复杂 反应很灵敏 民警们知道 李清香平时就特别喜欢 看看今日说法 天网 看看关于案件侦破的报道 这要放到今天 没准就喜欢听听大案计时 反正或多或少的 积累了一些反侦查的知识 而且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 早就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了 从第一回犯罪开始 心里边就琢磨着 未来哪天警察把我抓住 我该怎么说 他有一整套精心编制好的谎言 在审讯过程之中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他多次做假供 企图诱使审讯的民警 多走弯路 方向错误 伊宁市刑侦大队 当时的一个干警叫江克飞 江克飞就说 这个人确实是难以对付 在我们审讯他 并且观察他的同时 他也在观察我们的表情变化 他心理素质是真好 经常用莫名其妙的话语 来干扰我们的思路 而且用真真假假的口供 试图牵着我们的思路走 对李清香的审讯 是十分艰难的 每天提审完了 民警们呢也不能休息 要进行供词分析 辨别李清香供述的真伪 在提审的同时 还得根据李清香的供词 随时去现场进行取证 提审组的民警 后来人也开玩笑说呢 我们呢 十天加起来啊 睡觉都睡不过六个小时 审讯工作经过了半个多月 女民警病倒了三四个 其实啊 这也不是开玩笑 这都是实事啊 专案组呢 还是紧锣密鼓的 根据李清香的供述 进行了科学严谨的现场勘查 通过勘查 在他丈夫罗某的那个住宅里边 墙面上 地面上 都发现了大量的喷溅血迹 通过DNA的提取和比对 确定的确是罗某的血迹 在外围调查之中 大量的疑点 已经让这起案件 有了强有力的审讯基础 现在有喷溅血迹了 有DNA比对结果了 我看你李清香还能怎么说 在半个多月的审讯里 李清香啊 虽然还是遮遮掩掩 但是民警逐一攻破 他话语里面的破绽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 李清香终于是低下头了 交代了所有的犯罪行为 根据李清香的供述 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黑水沟 李清香承包的一片土地里边 挖出了一具尸体 经过DNA鉴定 死者是陈某 也就是咱们提到的 他第一个失踪的那个男朋友 现在是有了李清香的口供了 有了现场提取的物证了 也有了现场的痕迹证据了 专案组啊 通过兢兢业业严丝合缝的工作 拿到了大量的铁证 三二三李清香系列杀人案 成功告破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 这李清香为什么要杀害这几个人呢 据李清香供述 1998年他在农寺师七师团厂承包鱼塘期间 认识了陈某 陈某呢是安徽人 但是是伊宁县拜师敦农厂的职工 2002年两个人又碰上了 05年底 两个人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 租了个房子就开始同居了 据李清香交代 这老陈呢 经常以做小生意为名 多次骗取李清香的钱财 并且把李清香辛苦养殖的那些鸡呀呀 哎 这些家禽就都卖了 导致两个人呢 经常吵架 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 李清香发现这老陈 又准备把他养的20只羊给卖了 就跟老陈吵起来了 这李清香啊 脾气也大啊 吵着看不过瘾 可就动起手来了 抄起来一把铁锹 活活就把老陈给打死了 随后把老陈呢 一把火点着 又进行了掩埋 就埋到了承包的地里边 并且对外宣称 这老陈因为还债 去外地打工了 07年初 李清香惊人介绍 与刘某认识了 这刘某呢 是甘肃灵台人 住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 据李清香交代 刘某啊 很多次的都跟李清香说 你得给我生个孩子 可是李清香的人不想生 就拒绝了 为这事 俩人经常争吵 2007年12月25号 两个人呢 在刘某承包地里边 拆那个鸡卷的棚板的时候 又因为小孩的事 发生争吵 这老柳呢 就想着打李清香 就动手了 结果让手推车上的木板子 给碰倒了 李清香一看 嘿 你还想打我呢 正好你碰倒了 你看我怎么打你吧 抄起来那鸡棚架上的板子 活活把老柳打死 随后浇上汽油焚尸 并且呢 把没烧光的骨头和骨灰 就装到袋子里边 扔进了伊犁盒 然后就对外宣称 说这老柳啊 借了我八万块钱 回甘肃老家 给他妈治病去了 09年4月29号 李清香让罗某 也就他后来这丈夫 模仿刘某的字迹 写了一张八万块钱的欠条 并且把老柳的院子呀 就以五万两千块钱的价格就卖了 08年六月底 李清香通过婚介所 跟罗某认识了 认识以后没多长时间 9月份的时候 俩人就登记结婚了 住在伊宁市东梁街 罗某的家里 据李清香说 刚开始呢 俩人感情挺好 09年以后 两个人因为李清香 收养前夫的孩子 以及一些其他生活上的琐事 经常吵架 10年1月27号 两个人因为李清香二女儿结婚红包的事 又发生争吵了 腰动截手来了 这李清香脾气大呀 之前都弄死俩了 我还怕再弄死第三个吗 趁着罗某晚上睡觉 睡得正香的时候 厨房拎把菜刀活活 把罗某就砍死了 随后对尸体进行了肢解 并且淋上油 进行了焚烧 同时呢 为了给罗某家人有个交代 就说罗某啊 去乌鲁木齐 看望打工的儿子去了 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啊 我是费尽了心力啊 始终没有找到 当时李清香的判决书 可是我找到了 当时伊犁自治州 在2010年7月13号 召开的2010年第七次新闻 发布会上啊 一个现场的实录情况 那么在那次发布会上呢 呃 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提到过的 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夏伟夏队 也详细的介绍了案情 其实啊 三起案件呢 都很简单 就是夫妻之间 感情不和 一吵一闹 遇上一个形式比较极端的女人 哎 这就痛下毒手了 我看后来网上啊 对她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号 有说她是几号杀手的啊 有说她是男版龙志民的 甚至有的倒了很多手的 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啊 把李清香描述的就跟一黑寡妇似的啊 那种女战神的角色似的 其实大可不必啊 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在了解了这些案情故事之后 能够多多的思考 我们的行为处事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在家庭生活之中 我们在社会生活之中 如何管理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管我们有再多的负面情绪 始终要知道一点 触及法律 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里啊 讲述了内蒙古大学前校长 虚日干院士被绑架案 在节目里呢 其中啊提到了西远老板被绑架案 听友们说都想听听啊 那咱们呢就给大伙来说说 这起案子呢 发生在2005年 受害人呢 是西远服事的老板 内蒙古奇泰服事有限公司董事长 云全民 西远这个品牌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熟不熟悉啊 当年西远是非常牛的一个品牌 西远呢 主要是以生产这个西裤啊 夹克啊 西装啊 为主 他们的产品不仅在国内非常畅销 甚至在海外的很多国家啊 包括日本呢 包括欧洲啊 都有不错的销量 云全民呢 在当时可以说是内蒙古自治区 人尽皆知的知名企业家 他还是内蒙古服装协会的会长 那绑架他的是谁呢 绑架他的主谋啊 叫潘永忠 他跟云全民的关系 还不是一般的绑匪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 他俩从小就认识 并且呢 一度关系特别的好 云全民和潘永忠都是蒙古族人 曾经呢 是呼和浩特市 土莫特中学的校友 潘永忠呢 比这个云全民大上两个岁 上中学的时候呢 俩人的宿舍是门对门 那时候啊 他们关系就挺不错啊 挺熟悉 后来呢 也是缘分 参加工作之后啊 云全民到了内蒙古民族商场工作 而潘永忠呢 也是在内蒙古民族商场工作 过去的同学 现在又成了同事了 并且这俩人呢 能力都很强 业绩非常突出 这都是民族商场的骨干人物 俩人的关系啊 好极了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 咱们国家自己的服装品牌啊 有不少 但是真正做到知名的却不多 所以呢 服装制造业在那时候算是一片蓝海啊 云全民因为在商场工作 他对服装行业呢 也比较有研究 所以他就动了一个念头 说我是不是创立一家服装企业呢 现在咱们国家啊 没有特别大的著名的服装品牌 尤其在咱们内蒙古 更是没有 那这是个大市场啊 潘永忠和他呢 又是同事 又是朋友 甚至可以说是铁哥们 就特别支持云全民 全民呢 你琢磨这事我看行 这事可干 我支持你啊 我支持你自己创业 那时候呢 俩人呢 都互相赏识对方的才干 都互相认可对方的能力 1993年的时候 云全民下定决心了 就从民族商场啊 就辞职出来了 创立了内蒙古奇态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在90年代之前 尤其是80年代再往前的时候 大伙穿衣服都是很单调的 就是黑色蓝色灰色是吧 款式呢 也非常的固定单一 在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时候 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啊 包括经济快速发展 大伙对美呀 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经常看这个港台影视剧啊 包括看一些外国电视剧 看人哎呦 穿着这个西装西裤 多帅气啊 哪多有范啊 尤其呢 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 大家的这种商务活动也越来越多 出席场合啊 现在大伙都知道穿正装 正装不就是西装西裤吗 所以云全民就认为 西裤这是一个大的市场 他呢 就非常坚定的给公司啊 定下了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咱就专门做西裤 事实也证明 云全民的选择非常正确 过了短短三年 1996年的时候 云全民的这个西裤 在当地小有名气了 公司呢 是叫内蒙古奇太服饰业 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品牌啊 就是叫西远西裤 确实 这个裤子的质量也挺好 款式呢 也很时尚 是 在咱们这当地 大伙已经认可了 可光靠这个内蒙古的市场 咱还是干不大呀 咱得需要开拓外地市场 甚至开拓外国市场 这时候 他就得需要有一个得力干将了 来帮助他开疆拓土 他呢 就想起了 和他志同道合的 曾经坚定支持他创业的铁哥们 潘永忠 那时候潘永忠 其实也已经离开民族商场了 也做自己的生意了 生意虽然没有云全民干的大吧 但也是衣食无忧 吃喝不愁啊 颇有一番起色 他也为这个自己的事业啊 下了一番苦心 那段时间呢 云全民就为了拉这个潘永忠啊 共同创业 哎呦 可是吃了苦了 有点那个三顾茅庐的感觉 经常是一大早上开着车 就等在潘永忠家门口 先把潘永忠拉上 把潘永忠的生意安顿好了 然后忠哥 去我场去参观一下吧 哎 厂子里逛一圈 中午呢 请潘永忠吃饭 吃饭的时候啊 就一次又一次的说服他 劝他 忠哥 咱一块干吧 都是自己的兄弟啊 你的能力 我也认可 等下班了 再把潘永忠送回去 一开始人潘永忠呢 也不愿意答应 毕竟有自个事业啊 我说兄弟 你看哥哥 这儿也有自个的一摊生意啊 你真说把这生意放弃了 哥哥也舍不得 我再考虑考虑吧 可架不住这云泉民三番五次的邀请潘永忠啊 最后啊 也把潘永忠感动了 潘永忠呢 把自己的生意转给了别人 正式进入了齐泰公司 一去啊 就当上了齐泰公司的副总经理 那时候齐泰公司的高层就仨人 云泉民 云泉民的弟弟 云泉甫 除了这兄弟俩之外 剩下一个 就是潘永忠 潘永忠这时候呢 也满怀信心 全民的能力我知道啊 啊 并且现在这公司确实是闯出一片天地了 我在这啊 肯定也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从这一年开始 西远西库就开始尝试啊 开拓外地市场 销量呢 可以说是快速增长 他1996年去的 1997年就实现了销量的翻番 随后公司又迁入了西远工业园 有钱了吗 有底气了吗 引进最先进的设备 扩大厂房 多招工人 生产规模是越来越大 经济效益也是越来越好 这哥俩呢 也是意气风发呀 都想着把这服装企业做得更大 做得更强 1998年春节的时候 有一天呢 潘永中呢 在云泉民家里边喝酒 喝得也高兴啊 那就喝得没完没了了 直到把其他朋友都给喝走了 家里啊 就剩下他们俩人了 云泉民呢 也趁着酒兴 就跟潘永中说了 永中哥 要是来年 咱们公司的销售额再能翻翻 我就把纯利润的5% 直接讲给你 并且我解决你的房子 我给你买车 98年呢 现在啊 都过了18年了 都2020年了 20多年过去了 房子和车子还是大伙的大问题呢 那时候就承诺给他买房 买车呀 潘永中也高兴 我这兄弟啊 没白交 他呢 也记下这句话了 也下了决心了 放心吧 业绩的事啊 甭操心了 咱们来年 我一定让他销量翻翻 潘永中确实有能力 人的这承诺也不是白承诺的 也不是白下决心的 最终的销量啊 甚至超过了 这个云全民所承诺的那个标准 都不止翻翻了 翻翻之后 还有额外的利润 按理说 老板跟自个的员工承诺了 你只要干得好 我就讲你这讲你那 员工呢 也确实达到了 这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啊 可就这回承诺 成了他们矛盾的起点了 1999年 潘永中呢 受到云全民的指派 到甘肃兰州 开拓市场 他来到兰州啊 在这儿可以说是独当一面了 一年的开拓期里边 潘永中是竭尽全力 其实呼和浩特 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 他都没工夫回去看去 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了开拓兰州市场上了 潘永中后来也说 我当时啊 把几年来云全民给我的工资 红包 我全投入在市场上了 是我自己搭钱的 潘永中是有市场敏锐性的 他认为兰州市场的潜力 甚至有希望超过呼和浩特 所以啊 潘永中呢 很重视广告宣传 酒香也怕巷子深呢 咱这东西再好 你得让别人知道 咱有这东西 可那时候 在内蒙古之内啊 大伙都看 哎呦 人云全民 开了一奇态公司 你看人家伙那钱挣的海了去了 咱也跟着干吧 什么事都是这样啊 所以一连出现好几家服装制造企业 包括时至今日 大伙都是 一看他干这个挣了钱了 我也跟着干吧 你开个奶茶店 你一年挣好几十万 我也开 最后啊 满大街全是奶茶店 最后谁也甭挣钱 有些服装企业呢 就完全学习西远西库的成功经验 也打出了生产一流西库的旗帜 你不产西库挣钱吗 嘿 我也产西库啊 这么着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 其实这东西造出来之后 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营销 东西出来了 你得把它卖出去 这些新的企业啊 为了拉拢人才 为了创造业绩 给高级的营销人员更诱人的奖励政策 他们甚至承诺把纯利润的百分之十 拿来奖励有功人员 这事啊 后来潘永忠也知道了 他作为高层啊 一些竞争企业的情况 他必然得打听 怎么着 他们有这么优厚的奖励政策啊 哎 他们那些营销人员还没干出来什么呢 看看我 这几年为了西远 我是做出多大的贡献呢 这全民给我的那承诺 我也没得到的呀 所以潘永忠这心里啊 就有些不平衡了 他就总认为自己 我应该得到丰厚的回报啊 所以潘永忠就跟云全民说 全民啊 咱们呢 也口说无凭啊 什么事啊 咱们落到笔头上 咱签份协议吧 对你承诺的那些利益 咱们也做出一个约定 这件事上呢 云全民的答复啊 一直是莫棱两可 没问题啊 可以啊 嗨 我说中哥 兄弟的话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是不是啊 反正也没拒绝 也没答应吧 就一直没签这个协议 就围绕着这些事吧 公司里边呢 关于他们俩的矛盾啊 就出现了不少的谣言 有人就传了 说潘总啊 想着把云总给架空了 也有人说了 说嗨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是云总呢 想谢莫杀驴 你看潘总 把咱西远 发展的这么好 他呀 这是用不着潘总了 想把潘总挤走了 哎呦 各种各样的传言 也时不时的传到 他们耳朵里边 人就是这样 总听对自己好的 抹黑对方的那些消息啊 云全民一听 哟 潘永忠想架空我呀 潘永忠一听哟 云全民想挤走我呀 其实呢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可是啊 很多事就是这样 你久而久之 心里就有隔阂了 你心里有别扭 你不会当面说什么 那矛盾的激化呢 是在2000年 那在这一年 他们两人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最终 潘永忠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上期节目呢 咱们提到了 云全民和潘永忠 矛盾激化 是在2000年 这一年的八月份 潘永忠呢 还在兰州呢 他不是负责开拓当地市场吗 那时候怎么做广告宣传呢 最好的你就是找电视台 找广播电台做广告 效果很好 他就跟兰州当地的电视台呢 就在商量合作的事 打算用服装来抵这个广告费 包括现在 在传统媒体里面 很多也是这个套路啊 比如说 我这广告费应该是10万块钱 我这啊 现金紧张 这么着吧 我给你价值15万块钱的衣服 我抵这10万块钱广告费 行不行 为了能顺利合作 潘永忠呢 就邀请了一些兰州当地媒体的朋友啊 包括一些客户 你们呢 也到内蒙走走看看 看看我们西远的实力 顺便呢 也到草原啊 观光光旅旅游 草原该逛的逛 马该骑的骑啊 玩了一圈 回来之后 来到西远 西远呢 也安排了一场宴会 专门招待这些媒体的朋友跟客户 云泉民作为董事长 必然得参加呀 可是在宴会上 云泉民呢 就顾着跟自个儿助理说话 对其他这些媒体的朋友啊 顾客呀 不是那么的热情 显得比较冷淡 这就让那些媒体朋友和客户啊 心里边就挺生气啊 大老远的把我们叫过来 说是让我们帮着宣传推广 你这是有事求我们呢 结果来了 冷鼻子冷眼的 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事是潘永忠张罗的呀 潘永忠作为副总经理 确实也感到挺难堪的 哎呦 这全民呢 太不给面了 怎么能这样呢 吃完饭之后 人有客户就提出来了 潘总啊 这草原也没什么玩的了 我们就走了 不在这留了 潘永忠一听 哎呦 我说兄弟 别去啊 看哥哥的面子 来都来一趟了 还好多好玩的 咱还没逛呢 哥哥陪着你啊 好说歹说 这是把客户给留下来了 第二天呢 潘永忠为了表示歉意 带着这些朋友客户 上街去买内蒙古的特产 什么叫牛肉干啊 什么叫奶豆腐啊 一人买了好多 就送给他们了 就在逛着的时候 忽然就接到云全民的电话了 永忠啊 赶紧的回公司来 哎呀 全民呢 我这呢 跟客户在这逛着了 呃 等会吧 有急事 快点 得了 那也没办法啊 潘永忠啊 又是陪着笑聊啊 把人客客气气的送回去 赶紧赶到公司 全民呢 什么事啊 永忠啊 是这样 兰州呢 我让全府过去 全府 全府 咱们之前的 在节目里介绍过了 就是云全民的弟弟 云全府 潘永忠一听 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去 那我就不去兰州了 哎 永忠啊 你还得再去一趟 行吧 去就去吧 潘永忠呢 就又去了兰州 到了之后 没过几天 又接到云全民电话了 永忠 我得把你调回 呼和浩特 重新给你安排岗位 潘永忠这时候就有点生气了 我在兰州干的好好的 你不让我去兰州了 你把你弟弟派那去 我说那我就不去了 你又非让我去 我这不来了吗 这还没几天呢 又把我调回去 什么意思啊 我在兰州请那么多客户到内蒙 你是怎么招待的呀 他就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俩人当时呢 就在电话里吵起来了 潘永忠就说了 我说全民 兰州的市场 经过前期 我这么辛苦的培育 这已经到了 马上就盈利的时候了 你这时候把我调回去 什么意思 抢夺我的成果呀 回头都安在你弟弟全府身上啊 可毕竟人云全民 是这老板呢 是董事长啊 你不能不听董事长的话呀 就回到了胡适 回去之后 其实呢 潘永忠啊 也已经下定决心了 既然这样 兄弟俩之间的关系 也已经不可能像原来一样了 我也甭干了 云全民之前的那些承诺 也没兑现了 潘永忠临走的时候 云全民跟他说 永忠啊 以后生活上要是有什么困难 需要个三万五万的 随时来找我啊 潘永忠呢 也没理他这茬 就走了 他真是流着眼泪 走出公司大门的 想想 自己现在是多狼狈啊 原来我跟全民关系是多好啊 几年之前我自个儿有生意 全民呢 真是三顾茅庐 三番五次 这才把我请过来 好 业绩也有了 他这公司也越做越大了 用我也算是用完了 这真是拍拍屁股就赶我走啊 之前跟我说的那些承诺 哪件兑现了呀 就从这 潘永忠这心理 对云全民就埋下了 很深的怨恨 而这些呢 也是一家之言 这事潘永忠啊 在他的嘴里讲述的是这样的 对于潘永忠离开齐太公司 云家人呢 有着不一样的说法 说当时潘永忠为什么离开齐太 说因为他在兰州开拓市场并不成功 是之前可能一直挺努力 但一直在赔钱 根本就没盈利 云全民呢 就计划撤掉兰州的机构 可这时候 潘永忠不仅不同意撤销 还带了一帮人回来旅游 云全民就很反感 所以当时也没给他那么大的面子 同时云全民还发现 潘永忠在兰州的账目一直有问题 有贪污公司公款的嫌疑 再者呀 云全民也认为 潘永忠前期很多操作都不规范 这才导致兰州市场的销售 一直振作不起来 最后没办法之下 才想着换人 虽然离开公司了 潘永忠这心里呢 一直不是个滋味 他就认为我对你云全民 我是劳苦功高 我付出那么多努力 可我最后收获了什么了呀 潘永忠儿子出生的前一天 潘永忠都没在医院里边 还在兰州主持新店的开业活动 所以他这心里不平衡 虽然离开了 但哪怕偶然之间听到云全民这三个字 这心里都不打一处来 可毕竟啊 他们的社交圈都差不多 本身又是同学 又是同事 后来呢 又一起打拼事业 你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你总是能听到云全民的消息 你想在你的生活中彻底隔绝这个人 那是不可能的 这老哥俩反目成仇 关系恶化的事啊 在俩人各自的社交圈子里边 也是尽人皆知的 大伙都知道了 潘永忠啊 越想越不是味 不行 他这么对我 我还得报复他 就想过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向有关部门写材料啊 反映其太公司的一些问题 2001年的时候 其太公司设在呼和浩特市公园东路的一个门店 被盗了 当时就有留言 就说了 说这事啊 不是别人干的 就是潘永忠 潘永忠跟云泉民不是结下梁子了吗 他跟这事有关 潘永忠一听 给他气的呀 我也是有头有脸的 我当时也是副总经理啊 我会干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吗 这说法啊 这谣言呢 不是别人传出来的 这就是云泉民弄的 他是想故意要坏我的名声啊 所以互相之间呢 有着太多的曲解 这是心仇旧恨 一块算吧 潘永忠这时候突然就萌发了一个想法 不行 我得除了他 我得弄死他 这才能结我的心头之恨呢 从这开始 他就精心准备着 可潘永忠啊 还沉得下气 没有马上实施他的报酬计划 他也想过 把云泉民除掉 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 我有家有口 有妻子有孩子 我老父老母也都在世呢 还都在村子里呢 我还有个残疾的哥哥 啊 办这件事之前呢 得把我家人们安顿好喽 哪怕回头把我抓住 把我枪毙了 我这家人们不能受烧 他们得有安稳的生活 另外 要想杀云泉民 他毕竟是那么大企业的董事长 这可不是容易事 我自己一个人 恐怕是干不了 我得找个帮手 2003年的时候 潘永忠呢 就在村子里盖了新房 这房子呢 就是给父母盖的 父母也住进了新房 这算是了却了他的心事了 他从离开齐泰之后啊 几年之间 先是在内蒙古信息港工作 后来呢 又倒卖了一段时间的钢材 再后来呢 又跟人合伙 开汽车修理厂 别看生意一直挺忙 为了生计 不停的奔波 可他从来就没有忘记 跟踪云泉民 跟踪云泉民 这成了他第二职业了 甚至都可以说是第一职业 挣钱都在其次 我跟踪云泉民 这是主要业务啊 就在这几年里 要说有一段时间 见不着云泉民 他这心里边就慌 生怕云泉民出点别的事 你出车祸撞死了 那我怎么复仇啊 你自个游泳淹死了 不行 你非得死我手里 潘永忠有时候啊 夜深人静的时候 也劝自个儿 我说潘永忠啊 潘永忠 你为什么不能把这事 放下重新生活呢 可怎么劝 他也放不下 不行 云泉民呢 可是坑惨了我了 啊 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呀 我给他挣这么多 他给我什么了 经过了那么多的挣扎之后 最后啊 他得出一结论 我哪怕啊 不杀他 不会让警察抓着枪毙我 我死不了 我也得气死 我看着他活着 我就得气死 怎么都是死 我还不如杀了他 我痛快痛快呢 2004年的时候 在机缘巧合之下 潘永忠也算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帮手 这人是谁呢 叫刘志强 原来啊 也曾经在民族商场工作过 也算是同事 这么多年 俩人一直没联系 为什么没联系呢 因为刘志强啊 有过前科 之前犯了点事 判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之后 一直也没工作 有手好闲 正好这时候俩人碰上了 那潘永忠都许诺给了刘志强什么样的条件呢 刘志强又为什么会同意加入潘永忠的这个犯罪队列呢 俩人一拍集合之后 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潘永忠呢 是一心想着把这云泉民杀死报仇 后来啊 也是在偶然的机会之下吧 他就碰到了此案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刘志强 这刘志强呢 原来和潘永忠啊 是同事都在民族商场工作过 刘志强有过犯罪前科 叹过七年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之后呢 也一直没工作 这时候啊 他就总想着走点歪路子 找班上多辛苦啊 挣不了几个钱 哎 我要是能够绑架一个富豪 哎呦 这可是大把的钞票啊 这事干得着啊 经过一来二去一番接触之后 潘永忠呢 也知道刘志强有这个念头 他一想 既然刘志强想绑架富豪 我想杀云泉民 云泉民他就是富豪啊 咱俩合伙吧 刘志强一听 好啊 这不正好吗 我也多一帮手 俩人一拍即合 正好从那年五月份开始 潘永忠那个汽车修理厂的生意 也不好做 这生意是越来越惨淡 得了吧 既然不挣钱停下吧 我现在人生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杀死云泉民啊 这就是我的人生终极的奋斗目标 我要努力努力努力 加油加油加油 虽然呢 跟这个刘志强商量的 是绑架勒索 不过潘永忠目的很明确 能拿到钱 这是最好 这是刘志强的那个打算 我呢 也能够分点啊 这也算是对我前些年 那么辛勤工作的补偿 就是拿不到钱 我也得弄死他 这是我的目的啊 他们就从一个汽车租赁公司 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就开始跟踪云泉民 掌握他的活动规律 原本呢 潘永忠对云泉民的一些活动 活动规律 就很了解啊 这要想跟踪他 太容易了 是掌握活动规律之后 这已经算是 做好了一个重要的准备 可把人绑过来 放哪啊 放家里 不合适啊 这太容易让警察抓着了 所以呢 就又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光华街 租了一套房子 就打算 把这儿当作控制云泉民的地点 作案之前 俩人准备的还挺充分 因为不管能不能拿到钱 我都得让他死啊 死了之后尸体怎么处理啊 就又在呼和浩特东郊 洪德学校东北方向的满洲坟 挖好了一个长两米 宽一米 深一米五的土坑 这肯定是够了呀 云泉民没那么大个啊 准备杀害云泉民之后 在这儿啊 就把他尸体埋了 神不知鬼不觉 零五年九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这时候 他们已经准备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了 上午十点 潘永忠和刘志强啊 就打车 来到机场北边的黑土洼附近 云泉民上班呢 这是必经之地 他一定得路过这儿 果不其然 等了一会儿之后啊 云泉民真开车来到这儿了 这刘志强 在民族商场上班的时候啊 云泉民呢 已经出来创业来了 所以呢 云泉民不认识刘志强 云泉民开车过这儿的时候 刘志强 拿石头块就砸这个云泉民的车 并且啊 说云泉民的车碰着他了 就打算把这个云泉民呢 引下车来 云泉民一看 这不碰瓷吗 你拿石头砸我车 还说我碰着你车了 要脸不要脸呢 我能受这气 就下车跟刘志强争执 潘永忠这时候 早躲在暗处了 蹭蹭蹭就跑上去了 他呢 早就事先准备好了刀 一下就把云泉民控制住了 云泉民当时就明白了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说老潘呐 咱都好兄弟啊 有话 咱好商量啊 啊 商量商量什么呀 三下五出二 把这云泉民推到车上去 俩人开着云泉民的车 就把他带到了呼和浩特市 金山开发区 还没先去那房子 先到这 知道我们要干嘛吗 我们要绑架 啊 行了 打电话给你下属吧 让他们拿五百万 这时候云泉民哪敢不听话呀 赶紧的打电话啊 马上筹几五百万资金 我现在有急用 快点 云泉民的妻子 是齐太公司的出纳 自个儿的丈夫 突然要五百万 干什么呀 疯了啊 这不是有什么事吧 他知道之后 给云泉民打电话 泉民呢 怎么回事啊 你要这五百万干嘛呀 我那个 我跟领导在一块呢 得用钱 你赶紧的 打给我吧 晚上的时候 潘永忠跟刘志强啊 就把云泉民呢 带到了他们事先租好的 那个出租屋里 晚上七点 他们进了房子 这对曾经的好兄弟啊 现在的真仇人 终于是坐在一块了 从潘永忠离开齐太公司之后 五年的时间里 他俩呀 没有再面对面的谈过话 这次一聊啊 可把之前几年的 那没聊的天都补回来了 一下子直接聊到了 凌晨十二点半 俩人呢 就开始回顾啊 这些年所有的事情 把所有的恩怨 也都说了出来 俩人呢 都是流着眼泪在那说话呀 当时咱们上学的时候 宿舍怎么门对门 学校里边都有哪些 有意思的事 咱们在民族商场的时候 怎么一块携手并肩 出来之后 永忠哥你怎么支持我 全民你又怎么来请我 咱俩怎么把这公司做大做强 哎呦 说的挺痛快 云全民呢 还一直跟潘永忠说 永忠哥呀 我内心呢 我有愧呀 我愧对你呀 这样永忠哥 我给你三百万 你离开护河浩特 我绝对不想警方报案 行不行 其实这回聊天之后啊 潘永忠也在纠结 毕竟之前那么些年 他们的关系那么好 他这时候甚至萌发了 想放过云全民的念头 他就跟刘志强商量 志强啊 要不把全民放了吧 怎么着 永忠哥 这事可不行啊 钱还没到呢 你先把他放了 真报警 怎么办 他说不报就不报啊 反正刘志强 一百个不答应 这么着 几个人呢 就都睡了觉了 第二天醒过来 云全民呢 就问了潘永忠一个问题 永忠哥 你后来生的是儿子呀 还是女儿啊 咱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就在潘永忠 在兰州 在那苦干特干的时候 妻子怀孕了 孩子出生了 可是孩子刚一出生 他呢 也离开起态了 这么一问 潘永忠就说 啊 儿子 唉 儿子呀 这一听潘永忠 感觉不对劲了 什么意思啊 怎么我说我生意儿子 你叹什么气啊 这是不是说 我要是把你放了 你饶不了我 你得弄死我 可是又担心 我有儿子 渊源相报 何时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啊 看来你是也动了杀心了 不行 我不能放过他了 当然这是潘永忠 自个儿的猜想 云全民到底 为什么问这句话 还是就拉拉加茬 这也说不好 反正潘永忠 是又下定决心 得杀了云全民 9月26号上午 齐太公司呢 凑了240万的现金 甭管公司多大 现金流啊 都没那么大 你真说一下子 凑几百万 上千万 闹着玩呢 那事 这云全民的助理 叫姚玲根 就跟云全民取得联系 云总 这钱呢 是筹到了 怎么给你送过去啊 哎 林甭哪 你呢 拿着钱 到了新城区 黑兰布塔村的时候 你再给我打电话 咱们再联系 这姚玲根一听 云总吩咐了 那得干呢 赶紧的 开车 就到了黑兰布塔村 到这之后 又给云全民打电话 云总 没见着你啊 在哪给你 你在哪呢呀 林甭哪 到市政府西侧的路上 我车呀 停在那了 你把钱呢 放我车后备箱里 这时候 是刘志强 把车已经开到那了 把后备箱打开了 然后就躲在旁边 观察情况 反正姚玲根也不认识他呀 姚玲根就来了 来了之后一看 嘿 云总车真在这了 后备箱真开着呢 赶紧 把钱放下 随后又给云全民打电话 云总 钱放那了 什么事啊 这神秘兮兮的 你甭管了 就这样吧 拿到了240万现金之后 刘志强呢 就给潘永中打电话 永中哥 钱拿到了 要不 把云全民放了吧 刘志强也害怕 刘志强也害怕 目的就是拿钱 你真说杀人 这罪过可不一样啊 这回 轮上 潘永中 不同意了 不行 必须得让他死 刘志强一听 哎呦 完了 这回是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我说 永中哥 咱们不就为了拿钱吗 这 这 这钱也到手了 放了吧 啊 这 咱这 绑架 跟绑架杀人 他他不一样啊 他 杀人 这事就大了 再者说了 云全民不说了吗 他他他不报警 我说 志强啊 你真以为他会不报警 你真以为他会饶了咱们 他知道我是谁 顺根也能查你那去 不管怎么说 钱已经到手了 绑架的事也干了 这可不是小罪名 如果把他杀了 大不了也就是个死 在这说了 杀了他之后 神不知鬼不觉 也许根本就抓不到咱们 这是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反正一来二去 潘永中啊 把这刘志强就给说服了 行吧 听你的吧 26号晚上 他们呢 借了一辆面包车 把云全民又带到面包车上 之前咱们不说了吗 他们已经在 呼和浩特市 东郊的 那个洪德学校那边满洲坟那 挖好了坑了 事先呢 用胶带 把云全民的双手 双脚 头部都绑好了 都封死了 到了土坑旁边 云全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因为什么也看不见 哐腾一下 就把云全民推到土坑里了 这时候云全民意识到 自己活不了了 玩命的挣扎呀 潘永忠和刘全民呢 你真说 亲自下手 杀死云全民 血刺呼拉 俩人谁也不敢 直接活埋巴 一方面啊 这杀人不见血 省得说身上沾点血 回头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再一方面 你对不起我啊 我就让你一点一点的死 让你承受最痛苦的死法 潘永忠跳下坑 用脚踩住云全民 让刘志强 拿着铁锹 哐哐的就填土 就这样 云全民 惨遭豁卖 这二百四十万现金 潘永忠拿了一百一十万 刘志强分了一百三十万 刘志强呢 把这钱送到他母亲的住处了 然后把云全民的车 开到了当地的一家大酒店藏好了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 云全民的妻子啊 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二百多万啊 你就见领导 你也不知又送这么多吧 就又给他打电话 再准怎么还不回来啊 发现云全民两部手机都关机了 就更着急了 就又给云全民的秘书啊 助理啊 各路的朋友啊 接触比较多的人呢 都打电话 都说没见着云总 这时候啊 云全民的妻子 是越来越揪心 不对 之前要钱的时候 说话支支吾吾的 他平时不这样 现在钱给他了 人又找不着了 大晚上他还不回来 肯定是出事了 一直等了一宿 到第二天上午十点 云全民还没回来 可是坐不住了 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公安分局 就报案了 当时也不敢确定 丈夫就被绑架了 只是猜测 可能被绑架了 就跟民警说呢 云全民不见了 云全民在当地 是备受关注的 很有影响的大企业家 所以这起案子 很快就引起了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的重视 新城区公安分局呢 就成立了专案组 民警首先就得问云全民的妻子啊 之前跟什么人有过矛盾呢 嗨 生意场上嘛 得罪点人这是很正常的 要说矛盾最深的 得说是潘永忠了 于是就把这哥俩怎么创业 后来怎么反目成仇 一来一去 就全说了 9月27号下午7点左右 专案组呢 就找到潘永忠 传唤审查 组织精干的警力 对潘永忠进行审讯 同时派出侦察员 对潘永忠的住所进行搜查 一开始 进到潘永忠家的时候 发现鱼缸下边 有一捆六万五的人民币 就问潘永忠的妻子 这钱怎么回事啊 潘永忠妻子愣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得 接着查吧 潘永忠家呢 有一个菜窖 到菜窖里一看呢 又发现了九十多万 这可是铁证如山了 潘永忠再想抵赖 也赖不过去了 所以 就如实供述了 犯罪的全部经过 这时候 刘志强早就跑了 他知道他瞒不过去 带着钱 跑到了二连浩特 民警要说锁定你了 你能跑哪儿去 专案组派出抓捕中队 连夜赶扶二连浩特 可是刘志强呢 狡献 逃脱了 十月五号 另一组抓捕人员 在包头市东河区 刘志强刚租住的房间里 就把他抓住了 并且搜出来 四十多万元的赃款 至此 潘永忠 刘志强 都被捉纳归案 2006年10月10号上午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 对潘永忠 刘志强 进行了一审宣判 以绑架罪 判处潘永忠 刘志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说到这儿 也许有的朋友 会有疑问啊 为什么不是故意杀人罪 是绑架罪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之前 请专家进行法律解读的时候 已经讲过了 大伙可以翻回去 再好好地听听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